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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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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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大家看看我身边的这两座山 它们的形态是不是很特别 四周崖壁陡峭 山顶却和缓平整 好像是摆放在群山中的一对巨大的天谷 这对天谷是我国中博地区 米苍山脉中的两个山头 原本就很吸引眼球 因为一条古道从这里穿过 更让天谷闻名穿闪两地 那么天谷奇特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 穿山而过的古道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秦陵是横跟在中国中部的一道东西巷的大山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人在秦岭的崇山之间 顺着河谷修筑道路 将古代长安城与富饶的四川盆地完全连通 这便是明阳天下的蜀道 米苍山是秦岭南部的一座山脉 特殊的地理环境 育出这里独特的古道文化 南北贯穿其中的金牛道 米苍道 荔枝道 三条蜀道 人们称之为官道 与此同时当地人发现 在米苍山腹地的四川省望苍县境内 还隐藏着一条神秘古道 被人们称为民间蜀道 当地人说 古道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建成 三国时期 诸葛亮曾屯兵附近演练阵法 革命战争时期 这里还是一条红军传递情报的地下交通线 有人曾对古道做过调查 他们发现 古道原本顺着东河河道向东北方向行进 临近翻越米苍山时 却偏离了河谷 选择穿越天谷而过 考察人员感到很奇怪 古人为什么要舍弃修路便捷的河谷 而选择更艰险的线路呢 为揭开其中的谜团 地理中国考察组进入米苍山 对天谷及其周边环境进行考察 旺苍县位于四川盆地北原 距离省惠城都市约280千米 距离广原市约50千米 人们所说的天谷 处在旺苍县城北部约50千米的米苍山镇古城山村 冯雪武是四川米苍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 他的家就在古城山下 离天谷很近 冯雪武告诉考察组 天谷是地势较高的两座平顶山 呈东西向海岭 人们习惯称为东谷和西谷 自古以来当地就流传着许多有关天谷的传说 这传说就是听到有人说是有敲骨的声音 人家听到 你走到这个地方来 好像是我出去走 这些国外又走不出去这个地方 他走这个地方有点迷糊人 冯雪武介绍说 古城山山高坡斗地形复杂 外人进入天谷很容易出现危险 他因为巡护森林曾经进入过西谷 椅子的那个栈栋应该很深很深 黑乎乎的它是掉下去了 冯师傅的话 让考察组对这座特殊的山峰更加好奇 大家稍作休整 就迫不及待地起身进山 行走约一个小时 考察组来到一个山间洼地 向导说 这里名叫烂坝子 是四川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烂坝子在古代 曾是一个大集市 每天都热闹非凡 在这修着个二面盖的房子 从节内一片后边上一片下去 这儿还捡了个苗 考察队员观察发现 烂坝子的西侧就是古城山 人们所说的民间鼠道 就从山脚下穿过 通过了烂坝子 考察队员开始一路向上攀爬 地质专家说 由于地质结构的不同 米苍山的卡斯特地貌 与南方地区有些差别 南方卡斯特的蜂丛 主要生长在盆地之中 而米苍山地区的蜂丛 则多发育在山脉之上 因此 考察组上山都在山脊上行走 在山脉之上 你看你看 这就湿了 这就湿了 原在这儿 这是这个溪谷的侧面 西边 西边 你们要注意哦 小鸡山脚石头 因为那个鸟儿啊 松鼠啊 这重过龙腺的脚 这还有脚点要注意哦 好好好 好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 考察组终于来到了 地处山顶的洞穴 让考察队员颇感惊奇的是 洞口竟然有人工堆砌的围墙 看这都是人工堆砌的啊 唐力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高级工程师 长期在秦巴山区 从事银融水文地质调查研究 以前这里面住人 他用石子做的 有档档 这不是留着大门 所以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好的好的 哎呀这个溶洞还 这个规模还挺大的看起来 还有石石子 这都不知道 是做好多年纪了 一直都在这 那还有个那个什么叫石碑 石碑 我们看一下 太平寨 这好像还有时间 我拿水把它浇一下 我们看一下 咸丰三年 有到现在有一百 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 种种细节表明 这个洞祸 曾有人长期在此生活 而且还是人数众多 当地人住在 所以也叫太平寨 躲土匪 起个太平 这两个人 他们的生活 就在长期在这 那是就在那边呗 唐历仔细查看后说 古道是从天谷半山腰经过 并没有上到山顶 生活在此的人 要么是躲避匪患战乱的 当地百姓 要么是在此歇脚的 来往客商 然而地处山顶的洞穴 他们是怎样长期居住的呢 此时现场遗留下的三个灶台 引起了考察队员的好奇 一百多年过去了 这些遗留下的灶台 破损并不严重 好像人们刚刚撤走不久 经验丰富的唐历判断 这与洞穴的形态有关 一般来说 那个洞穴里的这个空气 湿度都比较大 比较湿润 但是我们在这个洞 感觉没有那么湿度 没有那么大 你看我们下面那个石块 包括这个灶台的表面 它还是比较干燥的 所以说我就在推测 这可能跟它这个空气比较流动 空气的那个流通性比较好 我们现在这不是朝南嘛 我估计可能朝北 应该还有一个洞口 形成了一个穿洞 空气可以自由的流通 就是我们买那个 南北偷偷的房子一样 所以我们一会儿进去 可以再去看一下 为了查清洞穴内究竟是什么样 考察组决定 深入其中考察 我刚才在我刚才洞口看 它是顺着这个石灰岩的层里 水瓶的层里发育的 它那个 我们这儿的石灰岩就是很平 就是这样的 你这样的粒茧 石灰岩这样一层一层 握起来的 它这个洞是顺着这个层 它来发育的 所以我们看着整个洞都特别平衡 往洞中行进 约二百米 地上忽然出现大量积水 那是水 这个下面都是泥是吧 人踩一下鱼块 人家会夹着 而且拔不出来 很危险的 那咱们现在还能过吗 应该不能走 太危险了 因为这个雨太深了 这不知道要好深 虽然积水挡住了去路 但唐力却挺兴奋 这表明附近一定有与外界联系的通道 果然 考察队员绕过积水潭 继续行进约十分钟 前方忽然出现一丝亮光 我说明上这有个支洞是吧 对 开的到两个 那这边就是通的 开到洞口 好像多慢点 开两个 这边有个洞口 那就证明它整个洞它还是个穿洞 空气是流通的 所以在我们在洞口开的那些东西 保存的比较好 相对的比较干燥 一番考察 西谷洞穴果然如唐力推测的那样 是一个有着多个出口的穿洞 与一般溶洞相比 西谷内空间并不大 但这里居高临下 地势险要 住在洞内既通风不潮湿 还非常安全 是当地百姓避乱和过往客商修器的绝佳之地 地质专家唐力说 米桑山海拔在1500米到2000米之间 岩层以花岗岩 沙岩 石灰岩 白云岩为主 古城山区域大部分岩层为石灰岩和白云岩 地质的抬升作用 千万年流水的侵蚀 使得米桑山山中峡谷纵横 风从林立 然而形如天谷形态的山峰却极为少见 那么古城山独特的景观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二天一早 考察组再次向古城山进发 冯学武说 天谷地处四川米苍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周边生态环境极好 森林植被茂密 野生动物众多 一个小时以后 考察组进入到一片树木高大的密林中 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 一排熊爪留下的印记 显得特别醒目 熊的长王 它就像毛爪 那个指甲 它这个口袋上出 它怕树很明星 这个范围大应该就是成员的嘛 它上去吃这个上面的果子的嘛 一般的动物都肯吃 松鼠 猴子这些都贴别肯吃 贴别是这个黑熊 它上面的树 全部就可以斑点完 冯学武提醒大家 这里是黑熊经常出没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周边动静 冯学武说 这些大树名叫水清岗 是一种非常珍惜的植物 目前只有在米苍山等少数几个地区 分布有成片的原生林 尤其是其中的台湾水清岗 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唐力说 水清岗最早生长在 七千万年以前的白鳄季 堪称是植物活化石 自然分布的台湾水清岗 对研究我国植物区系的起源于演化 有着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看着这个主要的演性就是杀岩跟慧岩 杀岩跟慧岩是成途性比较好的 适合于它的根系发育 再一个就是从它这个地质构造演化来说 由于这个地区的快速抬升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 也利于这个台湾水清岗的这个在这里的繁衍 通过一番考察 这个两边的山 它的顶要平 而且再加上它这个位置刚好是 在地质上叫这个折皱的一个交汇的部位 它一些小的裂系特别发育 同时也促进它这个岩石的寝室和风化 所以就刚好就这么巧合 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两个山 唐历说 天谷与水清岗原生林 都处在米苍山南坡向阳面上 这里降水更充足 光照更充分 石灰岩被侵蚀更严重 在千万年的变迁中 逐渐形成了平顶山的特殊形态 专家唐历说 这个天谷是一种少见的卡斯特地宝 很多人慕名而来可以理解 可为什么通过这里的一条古道 却如此引人关注呢 说到这儿 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川北部的地图 现代的川陕之间 几条重要的主干道 大致还是沿着原来古道的线路修建的 这是古蜀道的示意图 左边是著名的金牛道 中间是米苍道 右边是荔枝道 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古道 处在旺苍县城北部 金牛道和米苍道之间的这片区域 蜀道南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古人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开辟一条民间蜀道 来翻越米苍山呢 在当初它的修建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河都县是四川广源市旺苍县的一位木工 有着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 其手艺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近些年来 河都县利用业余时间 开始钻研一个流传千年的未解之谜 这是河都县牵手制作的一架牧牛流马 传说 在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 诸葛亮发明了这种载重工具 帮助蜀军解决了运送粮草的难题 如何在一架木车里设置机关 是令河都县最着迷的事 它这样掰下来 就把这个手柄移到上面来 那么相应的就把一个机关 把篮子给锁死了 这样篮子就动不了 前置里面装大鱼 可以装大鱼 大鱼死个多斤 牛车的外表虽说无法考证 但是关于承重力 却是有相关记载的 为此河都县进行了很多次试验 他们这四个人有多重啊 四个人五百多斤 哦 是啊 是啊 车上做了四位壮汉 河都县一个人推行起来 还显轻巧 这真是手的平坏 真是不费劲 熟悉河都县的邻居介绍说 这一架牛车使用到了杠杆原理 前后挪动牛后腿 改变受力点就能推起来更省力 它就写下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可以走 我们走平路的时候 我们就保持平衡 两个间鞠保持平衡都行了 我们上坡的时候 为了省力 我们把这个利弊调大 然后这样子就省力一点 下坡的时候 我们再调节重心 让重心后宇 起到一个增加摩擦力 比较平稳的作用 为了制作木牛流马 河都县研究了大量 三国时期的历史 尤其是爱收集各种 有关古道的故事 为了找到线索 河都县经常进入山中 走访调查 你说有啥子木马那些 我们真的是 只听见见百国 具体搞不清楚 我觉得是适合 原来可以过路 对那些比较多 对现在是叫柳七层那边 据县城 约三千米的兆架河加压 是河都县来往最多的地方 这里保存有一段 全长约五千米 比较完整的古道 河都县说 这条古道全是台阶 木牛流马要负重运送军粮 还要行走自如 不太可能走这样的山路 两桥 这个十二公分到十五公分 这个你看是三十公分 两桥 我这都台阶的 它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是滚滚这样大 一条古道记载一段历史 面对茫茫米苍山 河都县无限感慨 上下两千多年 经历了自然风雨的侵蚀 无数战火的洗礼 古道早已没有了最初的模样 加清二十五年 修复过 因为就不知道前朝的时候 有好多淘汰了 就不晓得了 在多年的调查中 河多县发现 穿越天谷的通道 古代曾经非常繁忙 后来才逐渐衰败 那么这条古道 是不是人们所说的民间蜀道呢 在与河多县的交谈中 考察组了解到一个重要线索 1932年 中国工农红军 由厄玉湾翻越米苍山 进入川北 开辟了川山河 来到了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 了解情况 这个就是当年召开木门会议的会场 这个地方不是一幅创作画吗 这幅创作画呀 就是根据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创画的 描述的是当年召开木门会议时 一个会议情营的一个在线 邓全龙说 1933年 红军在旺苍县木门镇 召开了重要的木门会议 会议对于当年红军的壮大 川山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次会议后的四十多天 红四方面军就有入川市的四个师 一万五千余人 发展到四个军四万余人 这个时候的川山苏区成为了 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所以当年红军来到木门这个地方 与木门这个重要的地的位置有关系 邓全龙告诉考察组 望苍县木门镇 地处川陕交界的米苍山南路 是入川进陕的要塞 不仅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更是官家出入商家往来的重镇古役 红军当年选择在这里驻扎 交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自古以来它是一个货物的一个积山地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地方 都是一个三县十八个乡镇 的一个赶集之所 邓全龙说 据记载望苍县境内 确实有一条翻越米苍山 然后穿过秦岭直达西安的古道 具体走向它并不十分清楚 但邓全龙知道 这条通道在古代曾经辉煌一时 也在川陕之间的军事 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中 起到巨大作用 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的通道 为什么历史上少有记录 它今天是否还依然畅通呢 唐历说 这个秦八山系山脉 有自己的地理构造特点 那就是北坡陡峭短促 南坡平缓漫长 道路从陕西翻越山岭 进入旺苍境内 古人基本上还是选择 以河流或者是山脊为取向 为了去弯取直 道路在丰岭山谷间穿行的时候 总是起起伏伏弯弯绕绕 那么驻路者当初在米苍山中 勘测为什么会选择从古城山穿过呢 一条并不宽阔的通道 为什么吸引了大量古人的关注呢 这条通道对当地百姓的生活 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系列关于民间属道的疑问 只有继续深入考察才能够找到答案 所以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